大家好,歡迎收看這集的東話準點新聞 我是主播李佩玉 我是主播王靖良 今天要為您報導的是 神奇鉛筆營造快樂校園 你曾經去過台北市的市東國小嗎? 那你一久進校門口 會看到三絲大鉛筆及一個橡皮叉 你知道這是什麼台藝嗎? 今天記者訪問到市東國小的吳志豪主任 來告訴大家千里堅的秘密 吳志豪主任表示 市東國小是一個很古老的學校 因為921大地震的關係 使得校園內的例行樓成為圍樓 而必須拆除重建 當時市東國小投票決定 要在建築物旁建置公共藝術六角鉛筆 因為六角鉛筆是台灣以前的傳統文化 鉛筆的意義呢 鉛筆印象能讓學生了解過去台灣的發展 也有美化景觀的含義 既然提升生活品質 也可以透過建築傳遞溫暖及特色 學校利用宣導結合了學校的特色 讓小朋友了解其中的含義 同學們不會故意破壞建築物 讓多元的建築傳遞下去 鉛筆印象從88年9月21日到92年才完工 建造了4年多才完工 鉛筆印象與學校的深刻回憶是 畢業生一定會到本地拍照 讓他們有美好的回憶 在兒童節時 市東國小還舉辦了送鉛筆的活動喔 假日時偶有遊客到市東國小參觀 這是校園悠閒寧靜的角落 市東國小也經常與其他國家交流 並交換學生 如美國、日本、韓國、英國、加拿大、巴基斯坦、 中國大陸、菲律賓、西班牙等19個國家 吳志豪再度表示 如果有下一棟大樓 公共藝術主題則是 地球村結合多元文化 以上新聞由主播黃靖雅 主播李佩宇 共同為您報導 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囉